HELLO,我們今天又來試這個相片彈鏡 這部就是寶麗來新出的POP 開箱來看看 寶麗來都曾經推出過相片彈鏡 不過這部跟上次的部都有點分別 除了上次大一點之外 剛出來的色碟也有些分別 藍色的字,要放在底上放進去 首先就開了這個APP 之後就要連Wi-Fi App裡面也有不同的模式 例如可以有Paint的模式 還有不同的Felter 又或者可以加一些螢幕 我覺得它Felter的選擇不太多 我們現在就選這個 完成之後就可以保存 之後按這個按鍵就可以印了 你可以看到寶麗來這部的相片真的蠻大 最要普通的模式有長方度就是這個尺寸 這個超大成倍 它的尺寸跟寶麗來的600 相片是一樣大的 這個相機打出來 就算沒有調校它的Felter 也有一種懷舊的顏色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你也可以在這個設定裡面夾 可以怎樣夾呢 就是這裡 就會有一個印表機 你可以在裡面夾 例如你覺得照片太藍太綠 你可以調紅一點、黃一點 就視乎你自己的個人氣好了 我們就可以一次過選了你想要的照片 選好了之後 你就可以選一下怎樣擺放了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來試試看 它也有很多選擇 還有貼紙 它這些寶麗很可愛 我覺得也挺適合女生的 不過我自己就喜歡一些簡約的風格 所以如果讓我選擇的話 我應該也會百寶就算了 除了用手機可以去印照外 其實這部相機也是一部相機來的 這部相機是有鏡頭 如果你想拍照的話 就這樣紅色這部相機就可以拍到照 不過我個人就建議你去用手機拍 第一是因為手機的畫質拍出來 很粘斜 相機是變調色、加上蝶子 選擇都會多一點 而容易操作 用了一陣子之後 我覺得它的優點 第一當然是很方便 第二就是因為它想知道夠大 比起這些正式狗 三次是大成五倍 第三 如果你喜歡一些懷舊的風格 但是你又不加FILTER 或者調色那麼麻煩 這個就可以幫到你了 不過它也有幾樣東西要注意 第一就是你選擇照片的時候 照片最好是光一點的 就算你照片不光 你盡量調光一點 因為印出來它的光度 會在一兩度 第二 我就建議你印一些比較鮮色的照片 例如紅色、黃色多一點的照片 因為它本身的設定是偏向冷色 如果照片本身已經是冷色的 印出來就會有點太藍了 第三 我就建議你選一些畫面豐富一點的照片 因為如果你照片正式太多 它印出來有時 顏色會有一點點不光滑 所以如果你的畫面豐富一點 就看不出了